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最近 Proton 已经开始为它旗下的首款 EV 车型进行一个真名活动 可是实际上呢这款车可能不是一款真正的 EV 为什么呢 因为在 Proton 公布了那一张预告图之后呢 就有这个网友眼见的发现呢 那个车辆的剪影很像一辆吉利的车款 那款车款其实是一个新能源车款 但是它不是纯 EV 它就是吉利的银河 L7 那么这个银河 L7 会不会成为 Proton 的下一款行车呢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款车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那么首先要讲一下吉利的全新银河系列 这个银河系列呢 是吉利专门开发为这个新能源车款打造的 那么什么是新能源 其实在中国呢 只要你的车子是可以充电的 就是叫做新能源车子 那么这些车子包括什么呢 包括像是理想的这个真程式插电混合动力 那个也算是新能源 然后是插电式混合动力 PHEV 因为它的电池需要充电 那个也算是新能源 当然纯电动车也是新能源 所以这三种车型呢 在中国是可以上绿排的 所以呢 大家讲到新能源 它并不一定是电动车 而可能就是这些可以插电的混合动力 或者是纯电车款 那么这个银河 L7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 首先呢 它是采用这个吉利海 Volvo 共同研发的CMA EVO 平台打造 那么这个CMA 平台呢 它本身就是可以支援这个纯燃油 插电式混合动力 还有这一个纯电动的车款 所以用来开发这个银河 L7自然是没有问题 不过有一个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这个银河 L7的外观设计看起来跟这个博越库 或者是博越L很像 但是其实呢它的车身身码是比这两款车型还大的 其中呢它的轴距接近了2800mm 它的车身长度介于4600mm到4700mm之间 所以其实呢它已经非常比进这个D segment的SUV车型了 比现在市场上所有的C segment还要大 所以它的内部空间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啦 这个中国市场本身也是喜欢这个空间大的车子 所以他们才会开发出这样子的车型出来 那么在这个外观设计部分呢 这个银河 L7的外观设计其实是非常独特一下的 首先呢它采用了非常尖细的日间行车灯设计 其实那个灯并不是头灯主来的 它是采用这个分离式的设计 原本的传统的物灯位置才是它的头灯主 但是它的外观设计就很简洁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欢那种太复杂设计的朋友的话 你看到这辆车呢 你应该还会蛮喜欢它的设计风格的 然后它的车尾的部分呢 就有点雷苦贝的设计风格啦 讲着呢我自己个人哦 这个设计风格是蛮错到我的 你们怎样看 然后在这个银河 L7的内装设计部分呢 就很有科技感了 虽然讲它的整体设计风格呢 跟这个博越库很像 但是其实它是采用一个三屏设计 第一个屏幕就是数位化仪表 第二个屏幕就是中间的触屏租机 第三个屏幕设置在这个前面的副驾驶座的前方 它可以控制一些功能或者是看影片 这个也是中国的新车款必备的功能啦 因为它们主打就是一个车就是家的概念 就讲你在车里面你可以做到任何 你可以在家里面做到的事情 那么这款车也支援这个云音控制系统 还有这个Snapdragon的8155处理器 最主打的就是一个智能车机 但是我们不确定如果这款车真的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这些功能会不会获得保留 不过如果想看起来像是爱奇艺等等的功能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因为我之前有跟一些中国的工程师 或者中国的产品专家有交流过 他们表示像是爱奇艺啊等等 这种在中国的这种线上观看影片的这个网站或者是软件呢 在马来西亚会遇到版权问题 所以在马来西亚是不能够使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讲到这款车的重点细节 也就是它的动力配置部分 首先这款车是有引擎的 它采用的是这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我暂时还不懂它是三缸还是四缸 它也是个大名鼎鼎的雷神动力啦 那么它的引擎部分最大满力表现是177PS 然后风声扭力表现255Nm 跟目前Proton S50使用的引擎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的差一点在于它配备了电机 它可以充电 然后它有这个三档的DHD变速箱 那么在综合引擎还有电机之后呢 这辆车的综合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385HP 这个马力表现是非常惊人的 然后呢官方表示呢它的0-100加速是6.96秒 如果是讲以这样子size的SUV 然后加上它的动力表现6.96秒 其实真的是很快 但是实际测试多少我们就不懂啦 然后这个雷神动力的部分呢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官方表示呢在满电满油的情况下面呢 它可以连续行驶1300公里 当然呢这个怎样设置出来我们不知道啦 但是我们只有等到这个车子真的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或者这套动力配置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么该讲到它可以充电就代表着它的电池组并不小对不对 那么其实在中国呢这个吉利银河L7呢有两种电池选项 分别是9.11kWh的电池组还有这个18.7kWh的电池组 分别对应的续航是55km还有105km 据悉呢来到马来西亚市场呢会是这个105km的版本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果是讲你平常你上班你的这个工作来回 可能不超过100km 那么只要在一定的时速下呢 你的车子就是完全以一个纯电动的形式在行驶 基本上是不会用到汽油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插电式混合动力可以很省油的原因 那么这辆车其实也是支援快充的 但是官方的数据就没有表明它的快充速度是多少啦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家用的充电啊 如果是晚上回到家啊 parking的时候充电 那么到早上电池也应该充满了 因为这个电池组其实并不大 那么问题来了 官方都表示这个是EV 为什么我们来猜它是银河L7呢 除了我们刚才上面讲到的剪影显示它是银河L7的部分之外呢 根据我们的消息指出呢 Proton目前已经在Dungeon Marlin 开始计划生产这个雷神动力的组件 包括这个涡轮引擎还有包括电机 所以我们相信呢 Proton的首款插电式新人员呢 就会是这个银河L7 因为目前呢本地其实也是有这个CMA平台的产线啊 所以从各种因素来讲的话 那么银河L7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这个可能性其实还是很高的 那么你觉得这个银河L7会是你的菜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见 拜拜